汉河防腐评论在平克福 BMP步兵战斗车 这样一下子九个人就没了 你看这个 这个很可能也是打中了彻翼的 看到没有 我估计啊 也许是恩洛从这里打穿的 非常的惨烈 那还有一辆BMP系列的车辆 因为炮塌看不见 所以我无法断定 它是BMP1还是BMP2 但是俄军通常已经全部换装了 BMP2不战车 中国也装备了 在这个BMP1的基础上 装备了这个 它自己的86型 这一辆坦克 它仍然是T7R的系列 我认为 轮子可以看到一点点 发生了如此大的寻爆现象 整个炮塔被炸飞了 将近60% 我的统计 这里发生的非常惨烈的 坦克大战 一条街都是尸体 和坦克 装甲车辆的残骸 昨天我和新闻中心的讲 我说我这次来 拿着小机信来的 我想到最前线去 演奏给士兵听 开一个小音乐会 算是我对过去人生的一个 弥补 我从小亲俄罗斯 但是我看不出来 我现在亲俄罗斯的 根本理由是什么 也许是我的无知 所以我想 弥补一下 这个人生 但是 新闻中心告诉我 不行 太 残酷的战争 根本不懂得 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性 到处都是尸体 你看 哎呦 这个炸翻到了 翻过了头啊 这一辆坦克 大家能够能否看出来 早期型的T72B坦克 非常早期型的 Contact 5号接触装甲 等会我们上去看它的弹架 里面 我估计这辆坦克呢 就是早期的裸弹的部署方式 没有安装弹架 等我们进去看 哎 这个坦克真可怜 这也是T72系列 My God 哎呦